而台湾是否要禁止英国客机入境?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表示 台湾目前没有侦测到变种病毒进入国内 加上从12月1号实施秋冬专案以来 防疫措施严禁 所以证实没有限制英国航班的计划 英国爆发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欧美各国陆续宣布正式禁止英国客机入境 至于台湾有没有要跟进 指挥中心21号表示 有鉴于全球对变种病毒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因此会持续关注 台湾目前还没有侦测到 有英国变种病毒进入国内 针对英国疫情的严峻 可能性当地譬如说是伦敦 他无法适当的取得这个防疫措施 或民众对这个疫情整个有松懈 造成这整个病毒的快速的散播 各国绷景神经迎来疫情后的新挑战 指挥中心指出 目前并没有侦测到变种病毒进到国内 加上我国在实施秋冬专案以后 防疫措施严禁 估计可以有效阻隔病毒在国内传播 因此证实不跟进限制英国航班的计划 我国自12月1号起实施秋冬专案 那所有入境的人都需要三天内的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 而且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 那检疫期间有症状也立即裁检 再加上进入到社区之后 八大类的藏手都需要戴口罩来等措施 距离年底跨年活动剩下不到十天 指挥中心22号将和专家小组及地方卫生局 开会讨论相关的防疫措施 希望做出容易执行又有利防疫的基本规定 详细内容将在开会完确定之后再对外公布 记者赖淑敏朱凤之物旗称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